很多长寿老人都比较喜欢关注自己的饮食习惯 有些食物能够帮助老人健康长寿 是老人们最喜欢的食物 要想健康长寿 没有偏方没有秘诀 只有注重饮食条理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指出 日本人是亚洲区中最长寿的一群 这项殊荣当然要归功于日本崇尚低脂肪饮食 多吃三文鱼和多喝茶的习惯 三文鱼中所含的欧米加三脂肪酸 非常有益人体健康 梅类水果富含β胡萝卜素以及维他命C 而这两种成分是抗氧化物理最为医学界所肯定的物质 所以外形小巧 美观的草莓 蓝莓 小红莓要多吃 另外它所含有的甲集水溶性纤维 还能降低胆固醇浓度以及减少患高血压的几率呢 海带的提取物 海带多糖因抑制免疫细胞雕丸而具有抗辐射作用 海带含有大量的点 它有碱性食物之冠的美称 而且海带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及食物纤维 它可以迅速清除血管壁上多余的胆固醇 并且帮助胃液进行分泌 达到消化的目的 对于肠道蠕动有很大的帮助 海带含有较多的胶质样活性物质 这种物质能明显缩短凝血时间 起到疏通血管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 由于海带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向调节作用 所以也有天然抗凝剂美称 对冠心病和心血管疾病十分有益 红薯含大量粘蛋白 维生素C也很丰富 维生素A含量接近于胡萝卜的含量 常吃红薯能降低胆固醇 减少皮下脂肪 补血液气 健脾胃 益肾阳 同时有助于护肤美容 秋葵含有果胶 牛有巨糖等 具有帮助消化 治疗胃炎和胃溃疡 保护皮肤和胃黏膜制功效 被誉为人类最佳的保健蔬菜之一 其含有铁 钙 及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 有预防贫血的作用 营养价值很高 富含铁 钙等微量元素 植物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淀粉含量也很丰富 有明显的补益气血 增强人体免疫力作用 故中医生级 逐步中养神 益气力 芋头含有一种天然的多糖类植物胶体 能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有止泻的作用 同时亦有膳食纤维的功效 能润肠通便 防止便秘 并且可提高肌体抗病能力 有助病后康复 玉米一直被誉为长寿食品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微量元素 纤维素等 玉米中所含的光骨肝胎 其有抗癌作用 它可与人体多种致癌物质结合 使这些物质失去致癌性 蘑菇营养丰富 提高免疫力 减肥 蘑菇中有大量无基质 维生素 蛋白质等丰富的营养成分 但热量很低 常吃也不会发胖 且蘑菇所含有很高的 植物纤维素 可防止便秘 降低血液中的蛋白质中含量 蘑菇中的维生素C 比一般水果要高很多 可阻禁人体的新陈代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